今天分享一些在美国酒驾的相关知识给各位朋友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 Buck 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也称为血液酒精浓度 一般来说 酒精每小时排除约为0.015 例如 一个Buck为0.08的人 也就是酒后驾车被认定为违法的标准 需要大约5.5小时才能将体内的酒精排除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喝酒之后过24个小时再开车才是最保险的 你如果非要酒后驾车有哪些后果呢 1. 严重酒后驾驶 严重DWI 0.18 Buck或更高 强制罚款1000美元到2500美元 最高刑期一年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一年 10年内两次 强制罚款1000美元到5000美元 最高刑期四年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一年半 10年内第三次 强制罚款2000美元到1万美元 最高刑期七年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一年半 2. 醉酒驾驶 DWI 8血液酒精含量 Buck或更高 或其他中毒证据 对于商用机动车辆驾驶员 04. Buck或其他中毒证据 强制罚款500美元到1000美元美元 最高刑期一年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6个月 10年内两次 强制罚款1000美元到5000美元 最高刑期四年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一年 10年内第三次 强制罚款2000美元到1万美元 最高刑期七年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一年 3. 因药物或酒精的综合影响 而导致能力受损失驾驶 Buck或其他中毒证据 组合 强制罚款500美元到1000美元美元 最高刑期一年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6个月 10年内两次 强制罚款1000美元到5000美元 最高刑期四年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一年 10年内第三次 强制罚款2000美元到1万美元 最高刑期七年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一年 Buck超过0.05 但Buck低于0.07 或有其他障碍证据 4. 因酒精以外的单一药物 而导致能力受损失驾驶 毒爱 要5. 强制罚款300美元到500美元美元 最高刑期15天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6个月 10年内两次 强制罚款500美元到750美元 最高刑期30天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6个月 10年内第三次 强制罚款750美元到1500美元 最高刑期180天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6个月 5. 酒精导致能力受损失驾驶 毒爱 酒精 强制罚款500美元到1000美元美元 最高刑期一年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6个月 10年内两次 强制罚款1000美元到5000美元 最高刑期四年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1年 10年内第三次 强制罚款1000美元到5000美元 强制罚款2000美元到1万美元 最高刑期七年 强制驾驶执照行动撤销至少1年 6. 拒绝接受化学测试 通常是呼气、血液或尿液测试的驾驶员 强制罚款明示罚款500美元 商业司机550美元 强制商业司机被吊销至少1年018个月 7. 未满21岁且 Buck为0.02至0.07的驾驶员违反了零容忍法 125美元 民事罚款和100美元终止暂停费用 驾照暂停6个月 那我们我们又不会去买个酒精测试仪 放在酒桌上 喝完了我们自己吹吹看看的对不对 我们又不知道酒精含量到底是多少的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 其实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自己喝的酒的种类 量度数来个大概啊 孙庆文在酿酒科技期刊上面发表的论文 酒精饮料在人体内的代谢及适宜饮料上面讲了 平均体重70千克的人呢 在半小时内喝完334毫升 酒精浓度4.5%的啤酒 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已经达到26毫克每100毫升了 也就是一拉罐一停刮下去 你就最起码休息两个小时来醒酒 我说的是最起码啊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的啊 那么再来啊 半小时内喝完了150毫升 12%酒精浓度的葡萄酒啊 血液酒精浓度呢 是31毫克每100毫升 也就是说啊 你家里面这个一次性纸杯 小小的半杯多一点 葡萄酒哈一下 喜马三小时啊 那么刚才说的这些时间 是粗略的估计啊 你不好掐着点 道德说啊 我可以去开了 你这个去吹一下 被拦住不能怪我的啊 我是说大概啊 那么不同的人 酒精吸收和消化速度 它就是不一样的 时间它也是会上下浮动的 还是刚才那篇论文里面的说法 这酒精代谢能力强的人 你处理酒精的速度 是正常人的1.5到1.8倍的 那这个时间就缩短很多 但是是这样的 你自己神志清醒的快 不代表就是 你酒精处理的比较快 我酒量好 我人家两个小时 我一个小时 别这么想啊 还是按照我们前面的说 老老实实的来 毕竟你没有吹过都是吃不准的 只是让大 家能够明白就好 最准确的方式 还是使用专业的酒精测试仪来测量 不过一般人家家里是没有这个的 而且在一般的聚会酒吧场合 也不太可能准备这个 那所以我们只能通过 估算的方式来看看 自己是不是已经足够醒酒了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估算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 这个是国外的一个 在线的估算酒精浓度的工具 叫做Drinkware 上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计算器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来输入一些参数 然后它就会告诉你 你的血液酒精浓度大概是多少 这个网站是英国的 所以里面的单位是英质 不过不要紧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单位的转换来计算 酒精量克等于酒精浓度 X容量毫升 X密度克每毫升 其中容量是指你喝了多少毫升的酒精 密度是酒精的密度 一般是0.789克每毫升 然后我们要知道你的体重 因为酒精的代谢速度会受到体重的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你的体重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公式来计算 你的血液酒精浓度 这个公式是 血液酒精浓度毫克100毫升 等于酒精量克 体重千克 体液系数 其中体液系数是一个常数 一般是0.68 所以通过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计算出你的血液酒精浓度 然后根据你的血液酒精浓度 来估算你需要休息多长时间 才能够醒酒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估算方法只是一个大概的参考 不太准确 因为酒精的代谢速度 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你的年龄 你的性别 你的体质等等 一年龄 年龄较大的人 血液流动速度可能较慢 因此酒精可能在体内停留更长时间 随着年龄增长 酒精在肝脏中停留的时间也会更长 2.性别 尽管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但酒精通常在女性体内停留的时间比男性长 这是因为女性通常拥有更高比例的体脂肪 和更低比例的体水含量 3.食物 由于酒精被吸收到消化道中 胃中有食物的存在 会显著影响酒精的吸收速度 胃中有食物会显著减慢吸收速度 4.种族 一些东亚血统的人缺乏分解酒精所需的酶 这可能会引发脸部潮红 恶心 头晕 心跳加快和头痛等反应 5.家族史 研究表明 酒精使用障碍或酒精中毒 往往在家族中有遗传关系 暗示存在遗传联系 然而 单靠基因并不足以确定某人是否会成为酗酒者 研究表明 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都可以影响身体如何处理和应对酒精 6.体型 与其他药物和药物一样 一个人的体型可以影响酒精的代谢方式 体重较轻或体型较小的人会比体重较重或体型较大的人更受影响 7.上次饮酒时间 距离上一次饮酒时间越长 肝脏越能够更好地处理下一次饮酒 连续饮用一个酒精饮料后迅速喝下另一个酒精饮料的人更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经历更强烈的效应 8.药物 某些药物可以影响身体处理酒精的能力 已知与酒精相互作用的特定药物包括 抗焦虑药物和抗疫药物 抗生素 抗过敏药物 糖尿病药物 酒精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取决于正在进行的检测类型 需要注意的是 喝了很多酒或者空腹饮酒的人可能在第二天仍然有酒精残留在体内 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被认定为驾驶车辆违法 所以如果你要开车的话 最好还是等待足够长的时间 确保自己完全没有酒精的影响 才能上路 不要因为一时的麻痹大意 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喝酒要有度 不要喝酒后开车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生命安全 这样才是明智之举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点赞和分享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 也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